你怎麼會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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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髮線一直以來是 就是男生蠻care的一些東西 平常在整理頭髮的時候 那理髮師也會告訴我 你的頭髮這樣子怎麼梳比較好看 開始我會去注意到自己的髮線 但我覺得在考量到的阿公 阿公其實後來就是也都是雄性圖蠻嚴重的 剛好有這個機會 那我覺得可以來試著去接受這個協助 不管是在未來或者是現在 可以嘗試看看 本身我也是從事醫療的這個從業人員 必須要有證據才能說話 在評估的過程中我覺得都是蠻專業的 基本上他會評估執法的部位 他會看你這邊的法量的一個是粗細 那再來是他每個毛細孔 平均長的這個髮根的數量 那藉此來評估說 需要值多少的髮 因為沒有到非常的嚴重 那評估大概是需要一千根的髮量 術後第一週的話 還會有一些刺痛感 大概到第二週疼痛的感覺 還有腫脹都會明顯改善 我覺得在第二週的那個結痂組織也會隨著洗髮時候自然的脫落 那照顧上大致是沒什麼問題 痛的感覺 在術後的前大概一個禮拜 有一些微的脹痛感 那個脹痛感在夜間會比較明顯 到第二週幾乎就不太會痛了 各位好朋友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囉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 並分享我們的頻道喔 喔對了還有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